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Etty 的興趣頻道 今次我就是想跟大家開箱和分享一下 這隻 Full Armor 元祖高達 它是 FA 781 它是 Full Armor Gundam 這隻呢 很久沒見過它回貨 今年也回了兩次貨 在香港 所以我一見到它 立即溝通出去 就買了回來 這隻大約約200至300元左右 如果你很想把整隻的整隻 整隻的整隻 整隻的 Serial 你很喜歡元祖高達的 就把整隻的組裝好 不要想太多了 就和大家看看 旁邊又如何 如果未買的話 朋友們也可以看看 旁邊的話 主要是看它的武器 武器 槍子彈出來 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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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 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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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ds 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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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架 就是《弦是指制的成分》 炮彈 所以玩起來都會比較容易散開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部機器是由 MSV 出現的 如果你有玩過那些 G Generation 裡面都有這部機器 事不宜遲就開箱給大家看看裡面是怎樣 這部機器主要是用軍佬的深綠色 幸好這部機器的模型舖上的水貼 所以我買了水貼後就不會用這部機器的貼紙 不錯 所以你也看到 如果你有砌過原祖高達的MG 的第二個版本 就會發現它的空氣口也是用這個設計方法 大家看看它的裝甲 也是軍佬綠色 也不錯 也不錯 軍佬綠色 對 主要都是 即是它的原機 除了甲之後 它就會等同於RX782 它只會把甲轉為軍佬綠色 就變成軍佬綠色 就變成軍佬綠色 變成主色 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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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部機器用來儲存 也不錯 主要都是軍佬綠色 它經常跟著大炮 說真的 它經常跟著大炮 你砌上去 反正都免費 所以它都給你 應該是夠件去砌上去 如果這樣 就夠的話當然砌 無妨 反正都給錢 砌上去 不就多塊板 貪它夠阿傻 然後到骨架 主要骨架 你要砌過元祖哥達 MG第二版本 就會很熟悉 好啦 再多點骨架 到這裏 就看看說明書 哇 多漂亮 跟著盒子畫面來做 是漂亮的 不錯的 RX78系列 整個RX78系列 然後改良了版本 可以看到一開始給一些 它的故事內容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怎麼研發出來 可以看到 好啦 跟著到這件 它是不錯的 如果沒有貼過水貼的人 就教你怎樣貼一下水貼 真的挺神奇的 真的 也好 給新手 更多個機會學一下 所以 貼水貼不是很困難的 你也是 剪出來 切割出來 用那些美術刀來做出來 然後 點點水 等它一會 然後 慢慢慢慢的貼上去 挺好玩的 如果大家有砌過 這個 這個 原組高達的MG 第二個版本 骨架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也挺好玩的 現在到中間的頁 嘩 看到完美置物號 可以買完美置物號 來抽 做了一場面來抽 多厲害 好玩的 對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拆了 拆了 它的裝甲 下來 基本上 會變回 這個 原組高達 它這個 重裝甲版本 所以 加上它 挺好的 這麼快 已經在這麼早的頁 已經貼上貼紙了 然後 到最後 那一部分 才會 教你 砌 裝甲 當然 知道怎麼 把裝甲放上去 挺好的 不錯 嘩 都很多件要砌 真的 OK 我背面 都很漂亮 都不差 好 多謝大家 收睇我 這段影片 我希望 日後 還有更多的模型 可以分享到 給大家 還有 做了些開箱 給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 不同的Gundam 多謝大家 收睇 請盡量 like 和share 多謝大家 拜拜